大家好我是冠冠 今天的影片想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二三月 然后还有到现在四月初 我整个使用彩妆品的一个爱用品 还有我近期购入的一些彩妆的分享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那就继续看下去啰 那么一样就进入这题之前 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在下方资讯栏 都有产品的介绍的部分 然后还有我社交媒体的一些讯息 那另外也欢迎大家给我按赞留言分享啰 那么呢第一个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 我前阵子买 现在因为进入就吹下季了嘛 所以防晒很重要 然后顶妆的持久度还有遮盖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我最近非常爱用的是这个 It's Cosmetics上面加的这个CC Cream 然后是有SPF50加的这个 然后呢大家可以看我这个上妆的情况 附一个小涂在旁边 然后它是这种非常好使用的这种按压的方式 然后它的膝带这种软管式也非常方便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底妆的就是这个 CC Cream It's Cosmetics上面加的这个CC Cream 看看我脸上它是呈现那种奶油肌 那它的遮盖力呢大概是八成左右 有在我脸上 那它整个我个人认为它的持久度什么都还是蛮不错的 我记得因为我并不是很常使用这个底妆 我日常的话还是喜欢遮盖力不需要这么好的 那一天呢就是我用了这个之后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 诶你那天底妆就特别的好看耶 就这样就突然跟我说 然后我那天就是用这个It's Cosmetics上面加的这个CC Cream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现在这个第一个按用品 好那第二个呢也是算是一个算是底妆类的产品吧 一直很想要买这个东西 但是我这个东西其实不是很常用 不过就是上次看到的时候我还是不小心下手了 而且现在台湾有进了 所以想要就顺便你试用一下 然后分享给大家 And I Blink它们加Fit Me的这个散粉 好那这个定妆散粉呢打开 其实我并没有很喜欢这个设计啦 不过现在大部分散粉设计都长这样的 就是你要把它倒到这个盖子 你再用刷子刷在领上会比较卫生一点 那我买的这个色号呢 5粉 是10号 是Fail Light 那一般台湾女生的肤色呢 如果跟我一样的话 就是可以用这个 稍微有点接近肤色的这个颜色 算是第二白的吧 然后我之前用的这个底妆的粉呢 是比现在这个Fit Me的这个还要再更白一点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 擦到脸上之后 其实没有什么 颜色上面没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如果 你想要让脸再提亮一点的话 这个Fit Me 我建议是可以再买一个白一点的色号 那大家可以先到我现在脸上呢 这边是用Fit Me 然后这边呢是用这个 艾杜莎她们家的这个散粉 那这个散粉色号是 大家看一下 第二白的吗 还是最白的 那擦在我脸上其实并没有违和感 其实我偏黄皮的女生 但是并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这个散粉呢 我一直本来 就是用着呢 我觉得一开始上上去 没有什么很大很大的变化 然后你大概过了十分钟之后 就会发现Fit Me这边的呢 它是会透着一点光出来的 那这边呢就是 纯粹的就是比较霧面一点的感觉 所以如果说定妆效果的话 在我脸上这两个效果其实并没有差很多很多 可是我觉得这个 散发出一点光泽感觉的 在夏天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个Fit Me 而且它的整个性价比很高 然后我那天大概上妆了有 六七个小时左右吧 它在我脸上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太大 就是除了因为我花粉剂过满的关系 这鼻周围会有一点点脱妆的现象 因为我要使用鼻涕的关系嘛 但是剩下的脸部的部分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很推荐给大家这个Fit Me的 定妆三分 那下一个给大家推荐的呢 就是眼妆的部分 那眼妆的话呢 大家若有看我上一个影片呢 就是我试用Fastity 给大家做的一个测评 那这个眼影盘呢 我个人推荐之数是六 如果我买它是十的话 如果你很喜欢颜色啊 然后玩来玩去这些眼妆的话 这个我很推荐买 但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眼影盘 其实可以略过 除非你很喜欢它这个封面设计啊 什么的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 磁铁锡盘 它这磁铁锡盘呢 全部 我买的这个系列呢 就是全部都是雾面的眼影 我那时候它送来的时候呢 它没有整个是吸在上面 它是用眼的 所以运送的时候可能 比较不会掉下来 但是呢 你看我现在就是日常用的话 这样其实也是很OK的 你就可以移来移去啊 什么 然后你可以把你眼影盘里面 你觉得需要用的 然后你带出门的时候 需要去把它挖出来 然后放到这个 磁盘上面 我觉得很方便 不过呢 除了这整个设计之外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们家的雾面眼影 超级包的好用 是我现在目前用过呢 画在眼睛上 如果你下手过重 你一下就可以把它 晕染开来的 一个眼影 我随便给大家涂一个颜色 就涂这个红了吧 它的 質地很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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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显色度很高 但你也不用担心说 它会 很难 推开 它眼睛上 如果你下手太重 你就拿那个 blend brush 然后把它刷开 就行了 再给大家涂一个 大地色 好了 这个咖啡色 就轻轻磨两下 显色度很高 如果有什么轻重问题的话 你就再给它刷两下 它就可以被刷开了 所以呢 我非常非常喜欢 thebomb他们家的雾面眼影 如果你刚刚喜欢雾面眼影的人 我想要寻找一个雾面眼影盘 那我觉得可以 入这一个 他们家的雌盘 就是 携带方面之外 他们的整个 性价比跟 质地都非常的好 那如果这两盘要我 比如说我满哪一盘 我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如果使用度上面的话 这个雾面眼影盘的使用 我肯定会比 花色的TJ盘的使用度 还要更高 那如果想要看 我怎么用这个眼影盘 上眼的人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看 那下一个 我想要给大家推荐的 也是一个眼影盘 眼影盘呢 其实并不是很新很新的东西 它是 这盘是他们家 大概 去年初的一个盘子吧 ABH他们家的 这个Soul Tree Palettes 那我是在他们 前阵子 就是在Sephora Ultra 然后各个网站上面 都有打折 它的原价40级 打折下来的话 20级吧 一开始我看到 这眼影盘的时候 我并没有很想要买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色系呢 就是这种很冷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这种颜色 在我们亚洲人上面 看起来怎么会好看呢 但后来我看了很多特评之后呢 然后再加上它的价格 我觉得蛮合理的 所以我就想说 拿一个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眼睛 上面用的就是这个眼妆 我觉得超级爆炸美 这应该算是我 目前买到眼影盘以来 就是我会一直想把它拿出来用 而且是每天日常想用 然后我如果有重要演出的时候 也觉得可以用它的眼影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眼影盘里面呢 它的配色很简单 除了冷色调的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的 这种shimmer的 大亮片的这种颜色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日常用的话 其实就可以刷下面这三个颜色 其实就可以出门了 就这三个咖啡色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打底色的质地 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现在眼睛上面用的呢 就是旁边这两个 一个粉的跟一个 Yellow Monster的这个雾面色 然后打Transition Color 接着呢我再用这个 打在眼睛的中间 这个亮亮的粉红色 然后眼睛正重要 我就打这个银色 让它中心有一个很亮的点 这眼头我是用这个浮金色 打在眼头的部分 那大家其实日常妆就不用搞得这么复杂 不过呢这边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我随便刷几个颜色给大家看 先刷这个 我最爱的这个粉色给大家看 看手上刷的就知道了 我什么都应该都不必说了 太美了我的天 而且我就轻轻化两下 它的整个显色度啊 就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它 里面的这种偏光色 然后它里面的这种 绿绿黄黄的小颗粒 让它整个就是可以在眼睛上 非常非常耀眼 然后给大家刷一下 这个我也很爱的粉色的雾面色 橘色的颜色 他们家的雾面眼影非常的强 质地非常的细 不过要注意一下他们家的雾面眼影 跟LeBarn比起来就是非常的非粉 所以使用的时候都要注意一下 这两个颜色都太美 这是我这一盘里面最喜欢的两颜色 好对了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 在ABH 他们家买了另外一个眼影盘 就我现在手上他们家的眼影盘 就是这两个 都不是大家就是耳熟联想他们家 比如像Moderan的时候 或者是他们新出的Sauce Glam 这两个这么的火 或是像他们最新的那个 蓝白色那种海军风的那种眼影盘 我刷有的就是这两盘 这个是我之前也是他们家打字的时候买 这个眼影盘我非常的喜欢 它的整个配色 虽然看起来很跳很跳很跳 但是使用起来一点都不会不方便 刷一个颜色 我这里面最喜欢的是这个灰蓝色嘛 他们家的这个颜色就都做得很厉害 刷多一点给大家看 看他们家这个偏光都很强 所以如果这一盘如果之后 又再打折什么的话 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去买这一盘 但如果两盘比较起来的话 我觉得这盘就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女 那这盘就是你可以玩很多不同的颜色 然后跟大家讲一下这盘 使用上面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就是他们家这个眼影盘都很飞粉 所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刷子又太用力 就是把它打进去 之前刷完清晰刷完之后 在旁边要稍微拍一下 不然你粉丝不会就突然就整个冒到眼上 然后你的脸看起来就很像撞起来的那种感觉 另外一个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他们家这几个亮片色 因为他们的偏光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我建议使用的时候呢 就是要把刷子 脏粉之后再喷湿再上眼 它的显色力一定会比较好 而且加上它的粉一定不会掉到你眼睛下面 如果你不在乎的话 你单独使用 然后直接上去 线色度其实也是很好的 那就可能眼下呢 就会有很多掉粉的现象 所以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喜欢眼下有掉的这种亮片粉的人呢 使用之前一定要在上面先打 把刷子给大家试 好 下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东西呢 是今天红了非常久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一直没有买 是一直到我去TGMX 然后我看到它搭着 就是价格非常的合力 7块美金左右吧 然后我才下手买 就是Steela他们家的这个眼影蜜 然后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是Cloud 那我刷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颜色我不知道 网上面没有很多这个颜色的刷色 不过我买起来之后 就觉得非常的美 完全没有后悔 可以看到我手上刷的这个 算是紫罗兰色的偏光 然后它上面就有很精致很精致的细闪 这个眼影蜜呢 就是跟这种眼影盘上面的粉不太一样地方是 可以看到它的偏光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细致 因为它是液体状的嘛 然后它戴在眼睛上的时间呢 也非常的长 也不用担心掉粉的问题 因为它就是液体的嘛 在眼睛上面的效果呢 我个人认为是 远远就是比其他的眼影盘上面的这些粉 还要来得更intense 但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眼睛比较油的人 一天戴下来的话 它的颜色就会渐渐的消失 好 接下来呢就是进入我目前 我个人说眼影盘最爱的品项就是唇膏 那我现在嘴上这个唇膏呢 是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 Charlotte Brie他们家的Stone Rose 这个颜色太美了 而且到了春天之后 这个颜色我个人认为就是 女孩儿们必收的颜色 它是这种 网络上说是奶茶色 那我觉得是比奶茶色还要再偏红一点点的颜色 它就是轻轻擦上去 它质地非常的好 非常的难用 然后它有一种 Vanilla的香气 所以擦起来之后非常的好 我在这边手上刷色给大家看 可以看到它是这种橘红调的颜色 那它在唇上也是氧化一笔之后 完全不会把死皮带出来的一个唇膏 那下一个呢给大家看的也是一个唇膏 是Mac他们家的 呃也是奶茶色的颜色 因为我最后买Charlotte Brie那个奶茶色之后 我就决定以后如果要买唇膏的话 都是专攻奶茶色 那我就在Mac之前打折的时候呢 也像一支奶茶色的颜色 就是他们家也是红了非常久 但我一直没有买这个抹茶色 叫Mocha 那它这个颜色呢 跟Charlotte Brie不太一样地方 所以我个人认为它的红调有更多一点点 那它质地呢 我更喜欢的是Charlotte Brie这种质地 因为它很滑顺 但是抹茶这一支颜色呢 虽然它颜色偏红 我个人认为更能提气色 但是它的上嘴之后 嘴唇会比较干一点点 因为其实他们家应该是satin质地的 所以会稍微比滋润款的唇膏 稍微干一点点 虽然我个人认为 这两个的质地擦去 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如果要我硬选一个的话 Charlotte Brie真的擦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味道也非常的好 那LAC他们家这个 就会有一点点那种化学的味道 我查之后呢 我又另外再买了 挑了一个他们家的 今年出的新色嘛 诶 去年出的新色 Devoltage Chili 这个颜色 就是他们家有个 Chili 那个款嘛 然后后来又出了这一个 因为 Chili 那个是雾面色的 我就非常不喜欢雾面质地 而我觉得嘴巴擦起来会很干 所以我就买了他们家这个新的质地 是 Powder Kiss Lipstick 所以它是上起来 虽然是比较偏雾面一点点 可以看到它包装也是雾面的 但是它上唇折后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滋润 不会有任何干的感觉 然后擦上去就是一种粉的质地 你看看是 画一笔之后就非常非常显色 感觉非常的稀牛在嘴上 就薄薄的一层像粉的感觉 像刚刚那个Mouchard或Châteaurine那两支 擦起来就都是cream 质地 所以你会觉得 嘴上像有一层薄薄的奶油一样 但这擦在嘴上 你就会感觉是一层薄薄的粉 所以看你喜欢什么样的质地 它们都不是那种 会一画上去就有死皮的那种 中部状况比较不好的人 都还是能擦的一些唇膏 就最后两样东西 那这样东西呢 是我在TMX 的时候买的 那我是不小心看到的 因为TMX 的东西 其实是红温酒 就是 Too Faced 他们家的这种 Cream Blush 它的颜色是 Peach Bearing 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个这样小小的镜子嘛 然后就是cream 状的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 有点凸起的 包装是吸铁磁石 外面就是一个很可爱的 Peach 然后可以看到它里面 这个看起来是膏状 但是它一上手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它是粉感的 我刷在手上给大家看 可以看到它是这样子 有点点红掉的这种腮红 我脸上现在擦的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淡淡的 我觉得它如果你在外面或者是 什么直接补妆 其实是蛮方便 就用手刷一刷 然后直接点在脸上 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坏处是 我发现如果你直接 就这样用手 然后点在脸上的话 如果你点的比较大力 然后有时候你的底妆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话 就会把你的底妆给单剪 我个人最好的使用方法 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影片 它就是 我就是用一个打湿的海绵 然后再去刷它 拍在脸上 所以它就可以整个跟你的底妆 融合在一起 也不会把你的底妆吃掉的态度 另外就是我非常喜欢海香味 就是一种peach的香味 如果你对香味很敏感的人 我觉得这一款就不需要买了 因为它的味道还蛮重 但我个人觉得味道还蛮香 但我个人觉得味道还蛮香 可是它像那种peach棒棒糖的味道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 我深长谈的东西 可是因为我一直没有想说 要去买这东西 最近Mac打折跟那个 两个橱膏一起买的 那Mac他们家的这个 定妆喷雾呢 Fix Plus 是没有跟那个Urban Decay 我之前买这个比起来的话 我更喜欢Urban Decay这个多一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喷头 喷出来的水比较细细一点 它喷出来的头呢 是稍微颗粒会比较大一点点 不过好事就是 我觉得它的肝的速度会比 Urban Decay这个快很多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它在脸上也不会 形成什么太大太明显的那种水滴状 不过喷起来的话 就是Urban Decay比较舒服 那持妆效果的话呢 我个人是没有看到太大的差别 因为我持妆的长度 大概就是在 最多就是五六个小时左右 我很少会持妆到八个小时 那在五六个小时的状况下 我觉得这两个的效果 是并没有差太多的 那性价比的话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我记得这个Urban Decay 比最少贵一点点 那如果打折的时候呢 就看哪一个打折 比较便宜大家就入哪一个 最后提醒大家 记得去follow the social media 然后订阅点击按赞 那就非常谢谢大家 今天观赏我的频道 这就是我这两个月以来 一些爱用的彩妆品了 拜拜